防彈背心被子彈打出一个洞 几乎就要被射穿 这是今年7月网红实测国军备品 意外揭发防彈背心不堪一击 当时国防部还驳斥要提告 甚至实验说没问题 但不到三个月现在又有周刊指控 国军近五年一共买了12.2万件 背心跟头盔用的抗弹板 其中在2018年2月到6月 有超过4.5万件 根本没有TAF合格抗弹认证 国军上战场 防彈背心恐怕会被打爆 兰尾怒轰蔡政府 难道是拿军人性命开玩笑 把阿兵哥的命拿来开玩笑 他要一连串的公开展示 让大家知道 他买的背心没有问题 你的背心穿着是没有防彈的 那穿着干什么 包含防彈背心 现在连什么头盔这些 都会变成说可能被打爆 那难道是把我们的国军弟兄 当作炮灰吗 没有认证标章难道真的是军品有问题 国防部的防弹背心难道真的是保暖用的 这个是我们认证的证书 这个TAF的标章 要不要在这个检验报告里面呈现出来 这是由机关自己选择 有没有这个标章 并不影响到测试的结果 两岸关系紧张 台独金孙赖清德 忍住不说台独两个字 但忍不住狂打抗中抹红牌 他说蓝白盒是大陆期待的亲中政权 让柯文哲火大回呛 搞清楚到底谁卖台 倒是请教赖清德副总统 关于你们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身体立行亲中挺共之后 还去参加外交国防委员会的召集人 请问民进党对这个要不要调查 要不要出来对社会大众说明 这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危机 民进党执政八年 卖了一车芒果干 打了满手抗中牌 当台湾被推向战火边缘 只有民进党政治利益满满 记者张朝鹏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